起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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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Halloween 2010年 記得以前 做完 夜間的時候 很喜歡看著人頭 因為早晨 很多事情 很多 有小鳥 在這裡的樹木 好像 去回 台灣 阿里山 這塊是甚麼神木 那樣 好像鄉下的地方 究竟我們讀地產 那個高 那個目標 那個方向 那個 vision 那個 principle 那個 mission 終止 目標 如果我們找不到 的時候 我們就只會 停留在 一些 schedule appointment 一些 calendar 怎樣可以快些 那樣 永遠都是 停留在 希望將些時間 用得 比較有效些 但是其實 那個效果 帶給我們的 是 剛才所說的 我們 可以在 這些時間裏面 得到什麼價值 What value we can get 而不是 在這些時間裏面 我們要放多少東西 放多少東西都好 都沒什麼用 最重要是 在這個時間裏面 我們可以拿到什麼價值 那個 得出來的是什麼 跟 兒子的關係 越來越親密 越來越 可以 給 多點時間 而 他的學歷 又越來越好 他又多些親近 爸爸媽媽 這些就是那些價值 我們可以 這些 做事的時間 一直這麼做的時候 根本就拿不到這些價值 但是 如果 將這些時間 投資在地產 將這些時間 是 放在 我們認為 可以幫到 我們 這個目標 幫到我們這個原則的時候 這些 就變成 用的時間 是有價值